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伙伴的中国简报 或拍板节目 首先中国的钢铁制造商因为产能过剩而陷入困境 一些公司报告了巨额的净亏损 他们正在寻求通过扩大出口来缓解这一状况 接着我们看到印尼的涅矿开采活动正在加速森林砍伐 这不仅破坏了环境 还威胁到了土著巴窑人的生活方式 最后美国日本和菲律宾 正在建立一个非正式联盟 这可能会在亚洲安全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舞台上 中国的钢铁制造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日经亚洲报道 由于过剩产能的问题 这些制造商正转向出口以缓解困境 安月钢铁2023年报告了32.5亿元人民币 4.5亿美元的净亏损 而马鞍山钢铁同期的净亏损 达到13.2亿元人民币 过剩供应被视为导致业绩不佳的关键因素 新疆八一钢铁同样警告产能过剩 2023年报告了11.6亿元人民币的净亏损 并称行业调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美国总统乔拜登提高对中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 这些钢铁制造商正寻求扩大海外市场的存在 而在印尼中国与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有关的 涅矿商加速了森林砍伐 威胁到原住民巴谣人的生活方式 南华早报的报道皆是环保倡议组织 Mighty-Gurton 截至2022年12月 涅矿商已在印尼清除了近8万公顷的森林 另有50万公顷的森林 另有50万公顷的涅矿特许经营范围内森林 面临被砍伐的风险 该报道还指出 至少17公顷的保护林地被非法砍伐 用于在卡巴埃纳岛上开辟涅矿特许进行区 而至少841公顷的生产林地被摸许可的矿商破坏 麦利格尔呼吁印尼新任总统普拉伯沃苏比安托采用国际标准 执行现有的森林法律清理国家的电动汽车供应链 并敦促电动汽车制造商审计其电池中涅的完整供应链 在中东地区伊朗近期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引发了对以色列可能的反击行动的讨论 经济学人的一篇社论建议以色列应保持克制 不应仓促反击报道指出 虽然报复似乎不可避免 但以色列政府应考虑克制的好处 例如有助于建立反对伊朗的联盟 只有美国能够召集这样的联盟 以色列的克制可能使这一过程更为顺利 此外克制还有助于修复于美国在加沙战争行为上的裂痕 并允许正在萌芽的防空伙伴关系发展成更大更持久的联盟 从中国的钢铁过圣塔到印尼的环境破坏 再到中东的地缘政治紧张 这些事件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挑战和相互依赖 各国和企业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 必须考虑到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和平共处的目标 在多元文化交织的当代社会中 不同领域的人物和事件持续塑造我们的世界观 从加拿大的政治先驱 到东南亚与中国的农业贸易 再到新加坡导演探索监视主题的电影作品 这些故事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库 也启发人们对于历史经济和文化多样性的深入思考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CBC报道了一项特别的行动 由居民Lenry Bennett发起 旨在纪念William Payton Hopper这位加拿大历史上 第一位非白人选举官员 Hobber渡检是多伦多的第一位黑人政治家 更是一位未社区服务的典范 带着组织的步行导览从Hobber的故居出发 终点是2016年以他命名的公园 这次活动不仅是对Hobber的伟大遗产的庆祝 也是让更多人了解多闻多黑人社区的历史 并激励人们深入探索当地的历史故事 透过这样的活动 班列期望能够唤解人们对于社会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认识和尊重 而在国际贸易的领域 南华早报提到了东南亚国家联盟 而SEAN与中国之间的农业贸易合作正在塑造区域乃至全球市场的新格局 前柬埔寨领导人胡森呼吁加强这一领域的合作 以应对食品安全问题 并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已成为SEAN最大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 双方的农业贸易量从2000年的15过 2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610亿美元 这样的合作不仅有助于稳定食品供应 也预示注到2030年双边贸易额有望达到1000亿美元 从而成熟亚洲乃至全球的农业贸易和合作格局 在电影领域新加坡导演杨修华用他的新作《strange rise》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监视的主题 南华早报报道 这部电影聚焦于被观察的感受 通过一个失踪儿童的故事和神秘的DVD 亦推动剧情发展 杨修华以其前作《想象土地》在洛加诺国际电影节 获得经报奖而闻名 他目前正寻求在一个主要电影节上 为《strange rise》进行世界首映 然后计划进行院线发行 杨修华的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的展现 也是对当代社会问题 如隐私和监控的深刻反思 这些故事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艺术 展示了不同领域中人们的创新和努力 以及他们对于社会发展和文化多样性的贡献 无论是透过纪念历史人物 促进国际贸易合作还是透过电影探讨社会问题 这些故事都在以各自独特的方式 丰富我们的世界 并引发我们的世界 并引发我们对于未来可能性的无限想象 在今日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各行各业的动态变化日新月异 从科技巨头的扩张计划到新一代的生活状况 再到环境保护的呼声使用它 那些话题不仅反映了当前社会的多元面貌 也预示出未来的发展趋势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苹果公司计划在新加坡投资超过2.5亿美元 来扩展其在安摩级区的业务 该公司于2020-2022年收购了两栋建筑 位于苹果现有办公室的对面 新加坡作为苹果在该地区的运营中心 目前又超过3600名员工在此工作 苹果CEO蒂姆·库克将在其东南亚之行期间 会见新加坡的总理指定人和现任领导人 此举不仅展现了苹果对于亚洲市场的住址 也预示住该地区科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张 另一方面 经济学人提供了对于西世代的全新解读 这一代人出生于1997年到2012年之间 常常被认为因为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影响而处境不佳 然而深入数据分析后发现 纪世代在许多方面实际上表现得相当出色 在新兴经济体中由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 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更富裕更健康 教育程度也更高 联合国队向调查发现 新兴经济体中的年轻人比富裕国家的年轻人更乐观 即使在富裕世界 纪世代的表现也比许多人认为的要好 他们正在获得市场所需的技能 纪世代的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老年工人 富裕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纪世代还在改变工作世界 他们拥有更大的谈判权利 愿意为了更好的机会而辞职 他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更深 更倾向于支持政府的扩大 尽管纪世代面临着焦虑和抑郁率增加的挑战 但随着用户对社交媒体的成本和益处有了更多的认识 社交媒体习惯正在发生变化 整体来看 近世代是一代富有创造力和成功的年轻人 与此同时 BBC报道了被爱尔兰莫比威非法垃圾厂安全审查的呼声 自2013年该垃圾厂关闭以来 有超过100万吨的废物被非法倾倒在此 德亚尔兰环境署表示 由于不拥有该地点 无法引入额外的安全措施 如闭路电视 修复mobile造成的环境损害可能好资高达7亿英镑 约求27亿美元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也提醒人们关注非法垃圾处理带来的后果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当前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科技巨头的扩张 新一代的挑战与机遇 还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都是当代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随住时间的推移 这些问题和挑战将继续影响住全球的发展趋势 在一系列凌晨的突击行动中 大曼彻斯特警方展现了他们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 DBC报道称 这次行动不仅缴获了可卡因 还有高达20000英镑约2月27 零美元的现金 大曼彻斯特警方GMP的侦探们 对位于罗奇代尔和兰开夏的11处房产进行了突击搜查 这一行动最终导致了8人被捕 这些人的年龄在27岁到56岁之间 他们被控策划供应毒品 这些搜查行动还针对了所谓的藏匿物 并且缴获了手机可卡因和大麻 此次行动是GMP持续调查犯罪分子使用加密手机的一部分 警方一直在审查来自被法国和荷兰警方破解的加密通讯平台 Encotech的信息 另一方面 全球技术复苏的速度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 即使是在人工智能案挨引领的技术热潮中也是如此 GNK一直报道 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的CEO魏哲嘉表示 智能手机和PC市场的复苏速度低于预期 这限制了2024年全球半导体增长的幅度 TSMC已经降低了对全球逻辑半导体产业 和全球合约芯片制造业的整体预测 然而由于对生成式施埃计算的强烈需求 TSMC仍然维持其自身2024年全年增长 21%到26%的预测 TSMC2024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了8.9% 达到了2254 91新台币约69亿美元 同期的收入同比增长了16.5% 达到了5926.41新台币 在国际关系领域 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正在建立一种非正式联盟 这可能会重塑亚洲的安全格局 Nickey Isha的报道指出 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 确认了他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和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的承诺 同时也表达了他们追求全面战略合作未来几十年的意图 这个联盟预计将对东南亚的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和日本已经承诺支持发展旅宋经济走廊 这是一个计划中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通过这些报道我们可以看到 从打击犯罪技术发展到国际关系 不同领域的动态正在塑造我们的世界 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在为未来铺设道路 无论是通过凌晨的突击行动清除毒品 还是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或是通过国际合作维护区域安全 这些故事共同描绘了一个不断变化 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全球画卷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R Briefed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